一如往常的Catchball暖身 中信兄弟精神領袖彭鎮銘 球員生涯的最後一個球技 正式開始了 而同樣準備高掛球鞋的 昂龜陳江和 兩位老大哥 對於自己的退休倒數計時 心情完全大不同 都一樣 沒有 現在還沒有太特別的感覺 我覺得 因為這是第一場 所以還是希望說自己能夠有 還是以球員生分 還是要把它做好 我也想要你這樣有點捨不得嗎 因為他12場而已 所以他12場我120場 所以我撐一死 所以還有機會 心情如何 很可惜啊 沒有先發 開玩笑 開玩笑 今年第13年 那每一年的準備就是開幕賽 在練習前就會提早進入狀況了 那要來球場之前 還是會捨不得 對啊 就最後一年了嘛 那想說就把這 今年的任務就是完成這樣 看一次 少一次的心情 不知球迷有感 黃山小巷感觸更深 就連平常最愛捉弄 恰哥的詹子嫻 也難得真情流露 好像每開一眼就少一眼這樣 對啊 所以要給他驚喜 也不知道給他什麼 他很像什麼都不缺了啊 對啊 所以要給他車我買不起 沒辦法 如果有下場的話 我覺得盡力去表現 對啊 從很小就因為爸爸的關係 然後看了 那看到好多學長都接著退休 為了球隊也為了我自己 也為了學長們 為了全部人 然後想要在新的球季打個冠軍 對啊 謝謝大家的肯定和鼓勵 那我們一起好好享受爭議年吧 加油 好 謝謝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